大家好,我是中心社记者吴胜伟 现在是25号的早上8点 我所在的位置是福州市古楼区五四路 今年第三号台风隔美于25日的零点前后 在台湾伊朗沿海登陆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了15级 目前正在向福建沿海奔来 早上福州市区也风雨渐起 福建省气象台昨天下午6点将台风预警提升为1级 今天包括福州市五城区在内 福建省多地也都实行了三停一休 也就是停工、停场、停客和休市 以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所以现在正值早高峰 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其实并不多 与往日相比算是比较少的 经过了一夜的风雨啊 人行道上也散落着许多的枯枝和落叶 皇位工人也正在加紧的清理 不少商家也是提前在店门口预备好了沙袋 今天福建省内全部的旅客列车也都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 各地各部门正在全力以赴的反抗台风隔美 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 隔美将在今天下午到夜间 在福建省的秀宇到连江一带沿海登陆 一会儿我将和我的同事从福州出发开启追风之旅 及时的为大家带来台风的实时情况